什么是颈椎退行性变? 郝阳泉主任医师 说到颈椎的退行性变 它和腰椎的退行性变应该算一类 因为它都属于脊柱的病变 颈椎的退行性变也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退变 以后引起的以这个椎间关节变攒 同时它会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 引起到椎动脉血管 以及最后来引起这个韧带的乱缩 这样出现的颈椎综合针 它主要的表现了有骨醉的形成 有骨醉的形成 神经根的受刺激积惹和血管受积惹 所以这样的颈椎部的一个综合针 疼痛不适去身受陷 甚至有双上子的麻木 有头痛 头晕 这样的一综合针 专家提示 1. 颈椎退行性病 属于脊柱病变 由颈椎间盘退变引起 2. 椎间关节变窄 压迫到周围的神经 引起韧带的乱缩 导致出现颈椎综合针 3. 颈椎退行性变 主要表现有骨坠 疼痛 屈身受陷 双上肢麻木 头痛 头晕等症状 2. 颈椎退行性变